90年代中期的复古FPS风格 扮演极限战团的猛男 在一个铸造世界消灭混沌势力 这就是战锤40K暴使枪 3D的场景 纸片画的敌人 256色的画面 依靠走过悬浮在空中的雪包恢复生命 一股早年杜摩尔和毁灭公爵的味道 同时又有一些比较现代的FPS设定 比如可以按下Shift的急跑 一箭头具手雷 掏出炼剧近战什么的 游戏的剧情叙述也非常的简单 毕竟是复古流打枪游戏 仅有少数几段过场动画 多数关卡的剧情叙述 就只是在入时简短的文字描述 很有当年杜摩的风范 审判庭前去调查格拉亚 欣赏奇怪的能量读术 怀疑此地有混沌活动 但上级只拍出了少量 极限战团的士兵一起风投 然后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 将凭借一己之力 干翻整个区域里的所有混沌势力 你的武器在空头中损坏 但手中还有忠实的炼锯剑 暴石枪中你可以快速冲向敌人 按下V或者鼠标右键进入近战状态 此时游戏会进入子弹时间 方便你选择目标 再松开近战键 随后你便会瞬间冲到敌人面前 将这帮混沌信徒变成番茄匠 如果你被围攻了 还能使出冲锋技能撞开你的敌人 但一名星际战士手中怎能没有枪 在神圣的军械库里 拿到标志性的暴石枪 战力恢复 一两发爆弹就足以送一名异教徒上天 好在他们人够多 不用瞅你的子弹找不到目标 碰上同样穿着动力装甲的混沌星际战士 你也可以边跑边怼脸射 足够近了再直接启动炼锯 冲上去处决你的敌人 一气呵成 当然手雷也是很好的开灌器 可惜能装备的数量太少 在场景中你还能找到一些秘密物品 它们可不只是收集要素 而且还能增强你的战力 比如短时间内增加伤害 弹药无限 还有特殊爆弹 特殊手雷什么的 部分秘密道具的效果 是有30秒时间限制的 不过初次游玩 很有可能当你找到这些秘密道具时 敌人已经被你先杀光了 除非你打算再通一遍 已经知道哪里有隐藏的道具 否则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我以极快的速度在敌阵中穿行 所到之处留下的 只有一端残破的尸海 这个移动速度与敏捷度 虽然也许不太符合设定 但复古打枪游戏就是这样 你靠的就是高速移动 躲避敌人的炮火 同时利用手中的武器 尽可能高效地进行杀戮 这里没有任何友军或者平民 任何会动的东西都是敌人 而帝国的武器库 也给了你足够多的选择 初始的爆弹枪弹药满地都是 不用担心找不到子弹 开火时的音效强而有力 打击无防护的普通邪教徒 和混沌底层小妖效果很好 但对付更高级点的敌人就有些火力不足 没关系 我们还有重型爆石枪 因为有可持续供弹的弹链 这把枪不需要换弹 只要有被弹就能一直开火 除了地面目标 对付飞在天上的奸骑奸笑兽时 重型爆石枪也非常好用 本作的二号武器位 就是每一款打枪里都有的限弹枪 攻击范围大 适合对付生命值不高 但数量较多的杂兵 说起来这游戏里 限弹枪上弹的手速真是有够快的 等离子枪弹速慢 伤害尚渴 还有剑射效果 但是太近的话会伤到自己 假如你一直按着开火箭也可以连发 但等离子枪会因此过热 并对你自己造成伤害 因此我并不是很喜欢用这枪 除非别的枪里武器没子弹了 还有能射岩石爆炸黏弹的复仇发射器 说起来这玩意的弹速居然比等离子枪都要快 而热熔枪差不多是游戏里我最喜欢的一把枪 虽然因为弹药少能用的机会不多 但它能一枪一个混沌星际战士 非常的强力 华丽的发射效果有一种手持能量炮的感觉 除此之外 可持续发射热熔术的爆燃骑枪用起来也很爽 不知为啥游戏里异作了爆燃机枪 还有到比较后期才能拿到的重力炮 这两把武器的机制差不多 都是可持续发射的能量数 不过后者伤害更高 弹药更少 一般是留着打boss在用 暴使枪里的武器有个强度机制 你可以注意到敌人血条上有个数字 上面是敌人的强度 你使用相应强度的武器能更有效的造成伤害 否则就会比较刮 不过你也可以在场景中找到机魂 提升武器的强度 不过多数玩家可能到通关都不会注意到这一机制 因为碰到打不动的怪 换把更好的枪肯定不会有错 暴使枪一共有三个章节 但是每个章节开始后不会继承前一章的武器 你又得从最基本的暴使枪开始打 虽然这应该是有意学的老打枪游戏设计 说起来暴使枪相比其他复古打枪游戏最大的特色 就是你能按下T键进行嘲讽 els规则有了 惊人是这里的 你必须要剥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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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味尽点兴臣得 你们必须要剥裂 我累下第二组 你不能先就恋悲裂 惊人是被骋 beaten 你怪营 你可疮 你可疯 我换你的房子 我已经花了 我换你的线 我认识这些角色 降下来晓降下亚 这也是你战斗力的一部分 虽然并不会提升你的攻击力或者加防 但很有节目效果 代入感满满 属于整活项功能 战况激烈时我经常会忘了暗嘲讽剑 不过这游戏也有一些我不太喜欢的点 你可以说是为了模仿早年的杜姆 除了一开始的两关就简单的一条线从头走到尾 后面的流程多数时候就是在一个区域里来回跑找钥匙 比如你要开一个金色的门 但是先得去找到红色的钥匙打开红色的门 然后在红色的门后面经过一番激战 找到一把蓝色或者紫色的钥匙 再去开对应颜色的门 一路突突到最后 你终于找到了金色的钥匙 由于不少关卡场景较大 而且环境相似度高的缘故 我的不少流程时间其实都花在了找路上 游戏中你唯一的伙伴是个飞来飞去的私服头骨 不过其实没太大用 他只会在你身边飘来飘去 偶尔给点简短的提示 而不是较为明确的引导路线 判断你是否来过一个地方 主要看地上有没有尸体 因为很多房间你不把怪清完 门就不开的 哪里有活着的敌人 就说明这个地方你还没有来过 这点也确实复古 说起来区域进入封锁状态时 屏幕色调也会变暗 看着不是很舒服 少数关卡稍微有点心意 比如在到处都是传送门的 亚空间迷宫中寻找出路 在一个会被不断上升的 岩浆淹没的房间里 边打边逃出生天 敌人的AI不算聪明 游戏提升难度主要靠的是堆怪 远程的敌人大多不怎么喜欢移动 尤其终结者什么的 近战敌人喜欢成群结罪的来跳泥脸 我最讨厌的就是提着斧子 来砍人的野心勇士 本来就比较硬 如果在其血条清零的时候 你没有饱和打击将其尸体干碎的话 他会重生为神选者勇士 更加难打 整个流程中 我的多数死亡都是拜他所赐 还有瘟疫禅除也非常令人讨厌 虽然并不是一个世界观 但是相信玩过绝地幸存者的玩家 光看到这个家伙就足以触发PTSD了 他会吐舌头 还会倒出喷绿色的口水 以及跳来跳去 血还比较厚 不难打 但挺烦人的 游戏所有的boss战模式 均为刷新一个boss的同时 还会不停地召唤小弟 你首先会遇到的是一个 长着翅膀会传送的诡辩魔君 发波之类的攻击并没有多大威胁 但是这家伙会灵魂抽取 只要你在其视野范围内 中了这招就会持续掉血 再就是巫师 他喜欢原地发波 被打掉一定水量之后 会传送到下一个位置 继续站着让你打 算是最容易的一种boss类型 还有个小boss是大不敬者 会召唤纳购仔 吐口水 使用剑气攻击 相对IM比诡辩魔君好打 主要他不会到处乱跑 最终boss战是个带名字的巫师 然后上来场上还会有个大不敬者 为其提供无敌护盾 你需要先干掉那个该死的肥仔 才能对巫师造成伤害 把他的血打空之后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他会传送并将血回满 然后再招一个小boss出来 猜猜这次是谁来了 没错 又来一位诡辩魔君给他提供护盾 干死之后心想 终于只剩下你我二人了 这次你可以乖乖的去死了吗 boss开始随即选择场上 刷出来的一位小怪 为其提供护盾 就纯堆怪大战呢 让你一次杀个够 反正场地打到最后 可以用满地新红式炒鸡蛋来形容 不过好在这场最终战 补给十分充裕 场地也够大 倒也能突突的挺爽 初次通关花了我大概十个小时 虽然有一些非常显著的缺点 但喜欢复古爽快流射击体验的话 还是不错的 与之前的暗潮 涅克罗达蒙赏金猎刃 太空废船死亡之意相比 暴使枪已经算是相当不错 甚至可以说是近几年最好的 40K授权打枪游戏了 对于40K犯来说还算值得一试 期待今年星际战士2的表现 我是疯猫 下期视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